哈喽 大家好 过了个周末 周一开始搬砖了 然后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业其实不是很多 而且交互的作业不是很多 那其实我不知道别的人 但其实我看挺多空头撸交互的大V也是差不多这样子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互相会有借鉴会有参考 然后我不知道别的大V是什么原因 我的原因是真的因为最近这个gas太低了 然后我在自己狂刷主链的交互 所以我猜有些撸交互的大V应该也是最近忙着 在可能多补几个兔子洞的号 多做几个链上比较不错的地址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一定要在低迷的时候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所以我会开一个系列的视频 就是说低gas的时候你要干什么 我会把它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尽量让大家在低gas的时候 大家可以潜伏进去 可以用这种很低的 就相对来说在主网很低的成本 对吧 把自己的地址的整个做上去 好吧 那整个这个开始之前 今天算是开宗名义 然后把一些基础的东西说一下 然后说一下Syndicate 对吧 然后我整个这个开始之前 我把之前的一些东西跟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Soda 对吧 我看应该是有两三个群友抽到了 那还有一些是路人 那我也retweet了这个信息 就是明天早上七点 我们的那个如果你抽到了白名单 你的free mint就可以开始了 对吧 那你在这之前你赶紧 如果你抽到了 你赶紧去把那个sotag做了 就是它的官网测试去做了 然后现在来看呢 应该是有public的这个时间 是明天晚上11点 所以我个人也会拿两个号蹲一下 就是看看能不能抢到明晚的这个mint 对吧 这两个大家都去准备一下 首先你先把那个sotag做起来 你先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出来 对吧 你做到哪怕 我说直白一点 哪怕你就是hold的久一点 对吧 你做的比别人珍惜一点 你到时候你真想要卖掉的时候 也是比别人那种随机款的好 卖的多 因为别人那种升级不了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事情 其实这次free mint 我们群友的中奖率 你可以看应该有两三个 都叫我君哥哥的 应该是有两三个 所以希望之后有给福利 因为我之后应该会给一些big time的福利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尽量来参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golem的第二期的创世挖 已经开始了 然后他第二期的创世挖 大概是比第一期的 就是他的每天分配的golem 大概是第一期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现在来看 就是你小额参与 或者如果你到 你如果能射个闹钟 像我们御挖第一期 是射三点多闹钟 如果你射个闹钟 能三点多起来 看一下如果这个数额 如果能在200左右 一天他的总额 如果能在200以内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来刷一两笔 因为你如果在200以内的话 那你获取token的成本 还是跟第一期差不多的 所以就说 就是我还是上次说 你可以翻到我上个视频去 就是说 反正你拿到这个token 你到时候大不了把它质押掉 你就把你的成本 还是能拿回来 对吧 基本上是很低的成本 拿到它的创世的golem 但是它确实有一些bug 我这几天尽量把它提一下 对吧 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一个新平台出来 第三个就是 我今天的这个作业 就是这个操作业的这一条 建议大家去做一下 这个seal create 这个零知识的身份证明 其实最近这个零知识的身份证明 有三个项目 一个叫zcloak 对吧 zcloak应该很多人之前 有去拿pope 有去做它测试网的交互 我之前也发在作业里面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就是seal create 我之前做了 然后又发现今天又要重新做一遍 但是其实整体还挺简单的 而且它加了一个邮箱验证 那大家直接抄这个作业就好 我认为这个也是大家最好去做一下 因为反正是测试网上的 对吧 领个水就能做 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重视起来 还有一个零知识的身份证明 叫polygon ID的那个东西 我过两天研究清楚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也建议大家做起来 好 那这几个之前的东西跟大家说一下 完了之后言归正传 就是我们主链的交互 主链其实基本上如果有发 就ETH主链真的有大项目 其实都是在主链上 对吧 不管从什么ENS 从其实从什么UNISWAP 那时候开始 Sushi开始都在主链上 对吧 但是你知道牛市的时候 这GAS动不动50 对不对 冲突高手动不动上100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你去做这个交互 成本是现在10倍 成本是现在10倍 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 你现在说句实话 就是你现在反正以太 放着就放着 对不对 反正想卖你也不忍心卖的时候 你还不如把它在一个 很低的GAS的情况下 刷一刷交互 对吧 那我从第一集开始 这个我说一个最基础的叫做 你先把你的地址做成个正常地址 对不对 那什么叫正常地址呢 我觉得有几个参考 首先你的正常地址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做 这个CoinGecko的这一整个系列 这一整个系列的这个OAT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些OAT 其实就是很那个什么 对不对 很怎么说 就是用USDT用DAI用USDC 对不对 然后用RV 用Compound 用Maker 然后Yale的一些 你不管是在 V1V2 对不对 然后在这些里面Stake 包括你去用这个Swaper 这个肯定是更常用的 对吧 这些Defi的Swap 对吧 不管是Balancer 还是Balancer 还是Banker 还是Uniswap 还是Sushi 你可以看我这个号我也没做 但是我会把它这些动作 放在我后面一些转移资金 或者是 比如说我要买一些CRV去Lock 这些里面 我会把它融合进来去做 对不对 所以这些我觉得 大家要去做起来 第二个就是Rabbit Hole 对吧 你其实现在去做Rabbit Hole 其实成本是很低的 我大概算了一下 可能很极限的话 你可能0.05 0.07 你就可以做完这一整系列的Rabbit Hole 所以我建议大家去把Rabbit Hole 做一下 就是兔子洞 还是要做一下 该做还是得做 其实最近很多大佬 他不在说话 可能都在补一些新号的兔子洞了 第三个 就是我说的 第一个是这些很基础的Defi 稳定币 第二个是去把Rabbit Hole 做起来 因为Rabbit Hole里面 还是有一些发币预期的东西 对不对 不是说他本身Rabbit Hole 自己反正不明不白的 对吧 但是他看好的一些项目 其实还是有一些发币预期的 比如说这个PartyB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Zora 你都在这时候去交互一下最好的 然后第三个 就是什么叫一个正常的项目 至少在现在叫做 你的权重会比较高的这个东西 我建议就是你去注册一个ENS 对吧 你注册长一点 注册长一点 然后你哪怕是乱一点的 当然不是像我这样子 就是你注册一个可读的 对吧 你去注册个一年两年的 其实他现在有时候 你如果真的有看到好的域名 你自己或者说比较那个的 你自己的域名 我建议你就注册稍微时间长一点 对吧 因为现在有时候是续费比较贵 那你 我建议你可以稍微注册 至少注册个两年 对不对 把ENS注册下来 你可以发现很多抽奖什么的 其实对ENS是有倾斜的 其实我又后来又看了一下 那个Lens 对不对 Lens 其实你如果早期 你有ENS的话 Lens也会给你域名 包括最近的这个Space ID 对不对 也是对 你如果多注册过几个 这个ENS Space ID 也会给你类似 wide list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是最基础的 我建议大家 在最近这个GASD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都做一下 这些动作都做一下 然后这两天我发现 有些人 我在一些这种叫做撸毛群 或者在空头群里面 发现居然有大V 有些人直接发 Syndicate的链接了 Syndicate的链接 Syndicate首先我认为 它是确实非常值得交互的 这也是我这一期主要说的一个项目 它就是一个到投资俱乐部 对吧看蜂蜜大佬的简介 就是蜂蜜大佬的投资俱乐部 然后A16这里领头的 所以整体上来说还是很值得交互 而且它确实很好用 就比如说你自己有多号的话 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资金的转移 交互起来特别简单 首先我先说这是分两类人 一类人你自己多 你自己如果有多个号 对吧 你自己如果有多个号 你自己如果有多个号 我建议你自己去create一个 你自己create 大概你看它这里有给你 大概0.05个ETH作为Gas 可以create一个 你create一个 你其他的一些号 就可以跟他交互 对不对 你其他的号 就可以跟他 跟你这create起来的 做一个交互 对吧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知道 很多群友应该是做一个号 或者两个号 做的不多 我今天给群友一个福利 我在视频下方 我会新建一个 叫做Infi Club Infi Club的一个 syndicate 你可以往里面投0.01个ETH 因为它最低限额 就是0.01个ETH 当然了 Gas费你自己出 对不对 Gas费你自己出 但是你如果作为群友 作为早就加过微信的人 对吧 你把我的 你投完之后 把你的TXID给我 就你投的ID给我 然后你附上你的地址 我会退还给你0.01 但是时间是比较慢的 因为说白了 我就要去白嫖FTX 每天给我 0Gas的手续费限额 对吧 那或者如果你比较着急 那我可以扣掉一部分的 这个Gas费 我可以转给你 那大概能给你回 0.008个左右的ETH 对吧 那这应该是10美金 这不管怎么样 也不止一顿猪脚饭了 我就觉得 很多大V就是 直接说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Syndicate的这个 链接给人 然后 对吧 你如果要交付 你就相当于给他 直接转0.01个ETH 虽然也不是什么大钱吧 但是我也觉得 这个行为让我觉得 啊 what 对吧 所以我会把我到时候 新建的一个地址 放到这个链接下方 对吧 你如果一个号两个号 你要想要交互 你可以往里面打0.01个 那我会用交易所的热钱包 提给你 对那这样子 你也不用担心 对吧 首先 这样子你也不用担心 就是我们会被关联 因为我毕竟是从交易所的热钱包 打提给你的 对不对 二个就是 你也是最低成本的 来刷了这个Syndicate的 整个项目 对吧 然后但是我还是说 就如果你自己做多号的话 你就自己拿多号中的其中一个号 去做这个create 这个操作 对吧 因为毕竟create 它这个操作 它就是另一个交互 而且做这个交互的账户 肯定比做捐的 这个比较捐 做投资的这个 交互的账户少的多的多 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多个号 而且你自己有资金归级的这个需求的话 我建议你就自己做 对吧 然后我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大家要 你不要纯纯的做交互 对不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之前呢 应该有一个叫做 你如果做兔子洞 应该有一个叫做Gonessis的这个 这个钱包 就是这个多签钱包 对吧 它会要求你跟别的地址去多签 然后呢 你如果这个多签钱包里面 如果你有一点 ETH作为Gas 就是你如果里面有一点 ETH作为Gas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更保险的 也不叫更保险 叫做高级操作吧 就你可以在这个Syndicate里面 用这个Wallet Connect 对吧 你去把用这个点下复制到紧贴板 然后你在这 你在这个Apps里面 收这个 我看收这个Wallet Connect 这有点高级操作 但是其实你知道 如果是你把它对吧 复制进去 你就连接上来了 看到没有 那现在这个就不是连接到我的小狐狸了 现在这个是连接到我的 这个Gonessis的 这个多签钱包了 那你 你就是到时候 如果你要在这 你也可以用这个Gonessis 这个多签钱包来交互 你可以用这个来Create 然后你这个Create 会跳到Gonessis的这里面 然后Gonessis又会让你做一个链上签名 我觉得Gonessis的 这个多签的 这个保险账户 也是值得交互的 所以这算是一个高级操作 你如果 多签钱包里面 你有这么一个 怎么说 有这么一点Gas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也可以这么操作一回 好吧 那本期作为就是第一Gas 就是我们要录什么 主网录什么的 这个第一期我们就录到这里 那建议大家对于这个 说真的非常简单 因为 对于大部分来说 你就是投一个 0.01个ETH 对吧 然后过几天 我反正我就按照先后顺序 把这个0.01打回给你 这么一个 动作来说 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主网交互 也是成本最低的一个主网交互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都能把这个做起来 对吧 在这个A16在领头的 这个叫做到投资俱乐部 把这个Syndicate里面 我们都可以先做第一笔交互 是最简单的 那后续 有空我会继续出别的主网的一些交互 包括比如说Party Beat 对吧 就是兔子动的一些延伸 包括这个Foundation 就Foundation App 这个你自己去开个Collection 对吧 我其实简单给你们说几个 比如说这个CRV就CURVE 你去你去质押个4年 对吧 质押个超长期的 包括就是比如说 什么Fractional 就是把碎片化NFT 这些动作都可以做 对吧 都可以做 但是就是比较复杂的 或者说我觉得我得专门说 就是他没有发Token 那大家一定要去交互的这种 对吧 我觉得后面我会做一下 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 然后给我视频点个赞 对不对 好 那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